大家好 我是Kyoko 又來第一個星期這一天 我們今天會溫三個文化鏡 雖然好像很多 但因為它們都很相似 所以我就放在一起溫 第一個是這個 就是MOMO NERU 或者NARERU 寫著自發態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裏是不由得MOMO 表示心理自然而然地產生某種活動或變化 是心態上的變化 所以大多數是跟情感有關的動詞 而動詞前的助詞 一邊會用加去表示 如果大家記得 這個手身形 即是被動的形態 怎樣轉的時候 都會懂得轉這個 但這裏也要再說一次 一類的動詞 就是轉去一段加NERU 二類的動詞 也是轉去一段加NERU 至於第三類special SULU要轉這個SARERU 比如我們就看看這裡的例子 第一句 この冊子を見るたびに 子供からのことが思い出される 每當看到這張照片 就不由得想起小時候的事情 たびに 即是每當… 所以每當看到這張照片 就會心理上 自然而不由得想起小時候的事情 第二句要問的就是 わけがな 或わけわない 前面就是動詞的普通人 或者い的形詞 な的形詞加な 名詞加な 或者加であり 都可以 表示不可能 或者不會 的意思 表示說華人主觀上 一種強烈的否定 即是說話的人 根據前面 很充分 很確定的理由 就會理所當然的 得出後面的結論 比如我們看看 最後的例子 就會明白 そのことは電話でけねにしらせたんだから 知らないわけがない 那件事情 已經打電話 告訴他 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說話的人 很強烈的 否認他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他已經打電話 告訴他 知道 可以用 わけがない 或者わけわない 也可以 然後 三個要問的文言 就是わけだ 前面就是 跟動詞的普通人 い的形詞 な的形詞加な 或者名詞加な 或者である 表示當然 或者難怪 根據武國既定的事實 作出理所當然的結論 例如我們看看 最後一句例子 彼女は日本にじゅにもいったから 日本語がじゅうじゅなわけです 他在日本已經住了十年 難怪日品那麼好 這是一個事實 即是他住了十年 所以很理所當然 他的日文應該很好 另外 わけだ 亦可以表示 亦即是 嘩嘩 換句話 嘩嘩 有換言而知 這樣的意思 例如第一句寫著 つまりもひるごはんを食べたわけですね 即是 即是 你已經吃了眼了 這樣的意思 即是 你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他會說 剛才吃了麵包 他們就會理解成 即是你已經吃了眼 這樣的用法 我們今天就找到這裡 下星期一 都會用 わけ開頭文集 我們下星期再努力溫習 如果你想找生事卡 可以去我的IG 如果你想多看日本資訊 就是Facebook 想找文法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星期一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